怎麼又穿 沒味道 大罵張孝全 等一下大罵 我有時候襪子會穿兩身 你為什麼要穿一點 你很煩耶 你又來了 可以嗎可以嗎 好熱情 嗨各位L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張孝全飾演的是方毅任 我是徐瑋寧飾演的是徐海音 我是蘇慧倫飾演的是薛心明 我是李牧飾演的是江小夢 我現在就可以玩了 怎麼要按什麼 要搶答嗎 我需要 大蒜 沒錯 好香喔 好香喔 好適合 對 香菜 什麼味道都沒有聞到 好香喔 好香喔 你要按一按 好香喔 聞到了 怎麼又請 好 那 抬抬抬抬 薄荷糖 不是嗎 不是 夏全哥 薯薇草 不是 牙膏 沒錯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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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味道 我剛剛有要回答空氣 剛劇情有一點點關係 跟劇情有一點關係 跟劇情有一點關係 你該不會放移聞 你真的聞不到喔 沒有啊 清潔劑 跟情殺案有一點關係 什麼 糞金龜 土 土 真的假的 好我要大讚的是張孝泉 我覺得你的膚質實在太好了 大罵 大罵是蘇慧倫 來喔 你不要再重弄我了 好 我接收到的是 大讚蘇慧倫 大罵張孝泉 不要大罵 不要再吃了啦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啦 那麼熟了可以 可以可以沒問題 大讚蘇慧倫 就真的很好相處啊 隨和 膚狂也是超好的 好 好我是大讚徐瑋那女 然後大罵李末 哇 你的膚況怎麼會這麼好 好煩喔 好煩喔 並且又知性 善解人意 我覺得他很棒 欸 可是你不是要大罵他嗎 對啊 但我不知道要罵他什麼 沒有什麼好罵的 喔 對 你很煩欸 你又來了 可以嗎 用聲量嚇人就對了 我的題目是我要大讚李木 你真的很有想法 又很懂得表達耶 謝謝 嗯 我要大罵徐瑋寧 怎麼可以長得這麼美 又這麼會演戲 什麼 應該是這樣玩嘛 對嗎 大家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我 我 我有時候襪子會穿兩天 我放屁的技術其實還不錯 什麼東西啊 所以沒有聲音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在劇本上面做筆記 我基本是空翻 對 我很沈迷於幫別人挖兒屍 互相挑戰方譯任吧 很多東西悶在裡面 是在腦裡面 在走 但是要把它演出來 我覺得很難 我覺得小夢吧 我覺得小夢的狀態是 非常特別的 也會很好奇 對 可能是 KarenCC吧 她靜止不動 其實很難耶 沒有關係 對耶 其實 演被害者真的超難的 對 不能呼吸超難 超難耶 超級難 我的話應該會是學心靈 因為很專業 然後有非常多 很難的台詞感覺 演過一次之後會 變得很會被台詞 記憶力變好了 對 記憶力會變非常好 既 驚悚 又 懸疑 還有非常多 溫馨的感人的橋段 希望大家可以6月21號一起看 誰是被害者2 這次的被害者第二季 其實我們都有很明顯的成長曲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僅僅只是在突破線索啊 或者是在推理 我覺得更多時候你可以看到 怎麼樣跟 人跟人之間建立關係 成長的部分 我覺得當然第二季 行真的部分 在線索的部分 資訊量更大更大 跟第一季比起來 是更複雜的 帶你一起探索更複雜的人性 一起來尋求答案的真相 你會發現 所有的答案 都是以愛為本質 2月21 跟你一起來 發洩 發洩 我剛才投入聽你的介紹 我很想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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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